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 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它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芥菜种并不是最小的种子 例如香薄树的种子就比它小 但在东方的谚语中 把芥菜种比喻为最小的种子 就像犹太人论吉人犯了节旗 律法上的细节 就会说它像芥菜种那样的微小 在巴勒斯坦的芥菜种 的确会长得像一棵树那么大 汤姆逊在《圣地与圣书》里面写道 我在肥沃的亚瑟尔 看这种植物高于马皮和骑马的人 他说借我的祥岛的帮助 我把一棵芥菜树连根拔起来 竟然高达12英尺以上 因你们的信心小 信心小原文是几乎没有的意思 小心是马太的特殊用词 意义应该是接近于不信 而不是微小的信心 在这段经文当中 耶稣与芥菜种的比喻来强调 只要有芥菜种的信心 这微小的信心 却能长成为像树一样大的信心 并且能够移山到海 使不可能的变为可能 所以我们下着信心 这两个信心 不可能的监道 因为你变为有些人 变为的 可能是分比到